天气转冷,很自然想起打边炉股,海底撈06862今年初气厌十足,曾经创下85.8元历史高位,为不足一年。 股价急转值下,一度跌穿20元关口,市值蒸发于3500亿元,疫情持续固然有影响,过度扩张反而是业绩不制的主因,管理层意识到问题所在,痛定思痛决心改革,最坏时刻占过,股价亦是时候重新出发。 海底撈品牌已有预二零年历史,1994年由四川首间火窝店起家,至今业务已遍及全球,截至6月底指直营门店达1597间,当中1491间位于内地。 其余106间分布于位香港、澳门、台湾、新加坡、南韩、日本、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印尼及澳洲等地。 收缩业务规划关300间店海底撈过去几年急速扩张,为部分门店缺乏中央监察,且经营管理能力不足,衍生了内部监管问题。 新冠疫情爆发,令整体营运雪上加商,管理层痛定思痛,早前检讨经营表现后,决定作出一系列调整门店扩张规划,目标在今年底前逐步关停约300间流量商对较低及经营业绩未如预期的门店。 当中部分门店将暂时休整,扎机重开,休整周期最长不超过两年,集团强调不会裁员,并会妥善安顿该等门店的员工。 另外,为改善集团经营表现,将由执行董事兼副首席执行官杨利娟领导夺目标计划。 计划主要内容包括持续关注经营业绩不佳的门店,并相应采取改善措施,重建并强化集团部分职能部门, 并恢复大区管理体系,在科学考核各部门的前提下,持续向员工传达企业文化及倡导爱和信任为核心的奉献精神,适时收缩业务扩张计划。 若门店的平均翻台率低于每天四次,原则上不会规模化开设新的门店。 经济一周推介评级机构位预认为,关闭部分门店可能带来一次性减值亏损。 暂时休整门店将持续产生租金开支,但长远而言。 放慢扩张步伐有利提升整体生产力,未来12-18个月内,自由现金流有机会重录正数。 瑞信认为,集团推行收缩策略属意料中视,但规模之大值超出预期,市场普遍预计只会关停约150间门店。 尿集团内地门店数目会由6月底的1491间,降至今年底约1300间。 管理层未来将会聚焦提升翻台率及改善客户满意度,而实施新策略后。 股价能否出现突破,未来数月的经营状况变得尤其关键。 故此,该行维持中性评级,目标价25.5元。 中信证券指出,受11黄金周拉动。 预计海底撈10月整体翻台率预3.4次,以恢复2019年同期的七成半,但夺目标计划成效对现需时。 建议未来跟踪翻台率恢复程度,正待快速提升的拐点出现。 另外,考虑到关键一次性减值亏损,仅影响2021年业绩。 预测集团今年经调整正规选3.61亿元人民币,2020年可扭规。 陆德经调整正利润为21.23亿元人民币,2023年进一步增加至31.96亿元人民币。 维持增持评级,目标价25元。野村相对有保留,该行相信新规划长远有助降低营运成本,但短期业绩将受一次性减值亏损和维持员工开支等不利因素拖累。 在未有具体吸纳新客群及提升平均单价策略前。 评级由中性下降至减持,目标价亦由31.6元。 下调至17元。相当于2022年预测市盈率30倍。 海底撈宣布收缩措施紧一星期又有新动作,于11月中宣布配股集资,以先救后新方式,配售1.15亿股。 按每股作价20.43元计,筹得净额23.37亿元。 款项当中三成用于提升供应链管理和产品开发能力,令三成用于常怀银行贷款融资。 如额侧用作营运资金,配售价较前收市折让7.97%,秋水消息拖累股价应声急错,并且跌穿配股价水平,而另一大和继续看好。 目标价31.5元,维持跑赢大市评级。 该行指出,目前经营环境仍然困难。 相信集团配股集之后,可舒缓短期流动性压力,而配股所带来的坍薄效应有限。 预测对今后三年,每股盈利影响仅介乎1%至2%。 高盛则指出,虽然集团截至6月底指首投现金等值达48.13亿元人民币。 但同时短期及长期债务分别35.78亿及41.53亿元人民币。 即上半年政府债务比率28%,监于集团上半年络得自由现金流出15亿元人民币。 同期折旧开支亦高达13亿元人民币,配股集资随作营运用途。 相信为短期债务再融资亦是主因之一,有利改善短期现金流状况。 该行维持集团中性评级。 并给予其目标价27元。